因为我们看到俄军的状况 真是让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特别是俄罗斯的军方 难道都是用骗的 在骗自己的士兵吗 来 幻哥 因为光是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都说 上级说泽伦斯已经投降了 我们只需要进基辅受降 然后就回家了 那再来他们的士兵如果受伤 竟然是直接射杀 然后居然说还有配一个行动的焚尸炉 是要借此来掩盖他们的伤亡数字吗 因为俄罗斯这次出兵 师出无名 我们都知道 其实对军队来讲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是很重要的 这不是正战的口号 这是因为你要让士兵打这场仗 他是有目的的 要么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要么就是为了去解救其他的国家 捍卫某一个价值 可是俄罗斯这一次呢 他的师出完全无名 因为他也没办法告诉俄罗斯的士兵说 你这次进攻乌克兰 你到底要捍卫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从越来越多的新闻发现说 第一个他打第一波战争的 有很多都是义务义临时找来的 那可能就19岁20岁都年轻 并不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所谓的战士 然后呢都用演习的理由 你看昨天那个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在联合国大会公布的那个是说 他原本是到克里米亚半岛去演习 但是呢演着演着就人就被带到乌克兰就去打仗 他还跟妈妈讲说我好难过嘛 对不对 那他就是用演习的名义 然后欺骗自己的士兵到前线去打仗 讲难听一点有点把他们当炮灰啦 我认为在普丁的标准里面 他认为这些人是可牺牲的 就第一波是可牺牲的 那我真正的精锐部队 还没有派出来是在后面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并还没有看到俄罗斯 最能打仗的部队到第一线去 所以呢第一线的部队有被骗的感觉 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当他要开战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用骗士兵 像美国打两次波湾战争 他有没有骗塔拉宾 或者说我们在演习 然后就把你丢到波斯湾去 他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去波斯湾打仗 对你的风险可能在哪里 你可能没办法回来 那只有威权独裁国家 要干这种就是用骗的 过去中国在打韩战 所谓的抗美援朝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方式 威权国家大概几十年来 没什么进步 大家都这样的方式 那至于说这个 他的整个 像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微星照片 说车队绵延64公里 其实有可能是俄罗斯 在建立他的补给线 因为他现在准备要包围基辅 因为他现在正在围攻第二大城 哈尔可夫 那他现在准备要包围基辅 可是俄罗斯 他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基辅虽然离北边的白俄罗斯边境 算相对比较近 大概200多公里 可是别忘了 俄罗斯他并没有办法控制 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 他现在并不是占领 他是像箭头一样 我箭头射到基辅 但是后面 这200公里 对他可能是空的 当你补给线拉这么长的时候 乌克兰的 因为乌克兰有地利之变 他们是地主 他当然知道哪边可以躲 哪边可以攻击 他可以随时截断你的补给线 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战车没油了 为什么没有油 其实一个部队打仗 战车打到战车没油 就代表说 这个部队事先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你有没有听过 美军打仗打到战车没油 在路边抛锚的 我们几乎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 作战计划 后勤补给 一定要 一定要有的嘛 特别是因为你知道战车是很好油的吃油怪兽 你那个补给站一定是 如同刚刚靖平讲的 我可能部队还没到 我已经先设好加油站在那边了 你没油就来这边加嘛 加完之后继续走嘛 然后前面还有加油站在等你嘛 所以后勤是一门大学问 我不相信 因为俄罗斯部队也算是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 也很久没打仗了 对也是啦 从上次打车程之后也很多年没有打了 是同一批人 对所以他的后勤补给怎么会这么的糟糕 糟糕到说你竟然战车会没有油 然后在路边 因为战车没有油 就是等于是一个几十顿重的雷醉在那边 好那最后我讲说 为什么官兵受伤 下令自己人射杀 其实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非常残忍的 对可是就军事上来讲 这是最有效率的 我必须这么说 因为一个伤兵 至少要两个健康的兵照顾他 因为你要抬着他走 那会拖累行军的 所以现代的战争里面 他们强调是射伤 瘫痪而不是射杀 就我射伤你一个兵 你要有两个人来把他带走 等于是我射伤一个 你就少掉三个战力 那普丁这个做法的确非常残忍 这任何稍微有人权 有人道国家 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因为你同袍怎么干得下去 就自己人怎么可能开掉枪 你怎么就把他射杀掉 我认为他下这样的命令 前线也没有办法执行 是啊 那个可能是晚上睡在你旁边的人 那你开枪就把他打死 对怎么做得下去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可以想见的 俄罗斯 我觉得从这些种种的蛛丝马鸡值 证明了一件事 就俄罗斯全国足以用在 支应这场战争上的资源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其他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现在就是跟他打持久战 撑过越多撑一天 对俄罗斯就越不利 越不利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到最后 可能普丁就找个下台阶 有个下台阶下 然后算了我就结束这场战争了 我也不太觉得说 普丁真的会动用核武 因为你动用核武 请问你要炸哪里 炸乌克兰吗 炸乌克兰有可能会影响到白俄罗斯 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自己 因为那个辐射扬成社会过去的 那你去炸北约国家吗 那北约国家就马上核武反击 群起工资 那就世界末日 就变世界末日 虽然普丁很疯狂也很独裁 但是你说要我现在相信他说已经疯狂到这种程度 我并不觉得他现阶段会这种方向 而且因为你除非是 不过今天有个讯号让我有点担心 普丁命令他的核潜艇出海演习 这一点令人担心 因为你知道陆基型的核弹 非常疯狂 对陆基型的核弹 他不是说按一个扭就可以发射 因为他洲际当然非常用液态燃料 他必须要先充填 当你在充填的时候 美军的人造卫星就知道你在充填核弹 但是前射型的你完全不知道 他可能停在一个定点 直接就发射了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有点担心